10月2日,有网友在上海某亲子会索偶与baby带儿子小海绵 母子俩沉迷于游戏中十分投入 尤其是小海绵紧盯娃娃机全神贯注 baby则满眼慈爱宠溺陪伴画面温馨有爱,让人羡慕 据悉baby刚忙完工作都没来得及休息通宵赶飞机回上海 只为陪儿子小海绵享受属于两人的母子时光 这点从baby状态也能看出 整个人没怎么打扮眼神难眼疲惫 可仍强打起精神,与小海绵玩耍 晒出的照片中,杨颖穿着白色的长款上衣 搭配着黑色的长裤,整个人看起来很朴素 一改往日的精美的着装,杨颖此次的装扮略显低调 一旁的小海绵站在娃娃机面前,杨颖满脸慈爱地看着她 或许是杨颖过于疲劳了,她的穿着比较休闲 甚至连头上戴的抓家都往后随意抓起来 根据定位得知,杨颖此次是小海绵来到了上海的亲子会所 这里有许多游乐项目,室内环境非常干净漂亮 有网友透露杨颖上个月工作一直很忙 甚至在10月一时通宵没休息,只为赶飞机回上海陪儿子玩 想必杨颖内心迫不及待见到小海绵了 没有太多时间装扮自己 清晰可见的是,小海绵似乎长高了不少 身高已经到了妈妈的胸口了,她还有三个多月就已经6岁了 该网友还透露小海绵现场特别调皮可爱 看到这么多游乐项目的她会一直不停地玩耍 小海绵继承了爸妈的优点,长相乖巧可爱身高不矮 可见以后的小海绵会长得越发出众 对孩子这块,baby真的没得说是一个合格的好妈妈 就算忙工作也会接孩子到片场相聚 工作孩子两不误 就算是与黄晓明离婚,两人也没有反目 反而和平结束,互相照顾陪伴孩子 相处得非常和谐 不过,却传出baby想与黄晓明复合的消息 但从现实情况来看是无望的 据悉起因是baby微博偷偷访问黄晓明超话 引发广泛热议 有人觉得baby是对黄晓明念念不忘 在经历过失去她的支持后 直接的生存很艰难,资源降级 甚至作品被删除下架 肯定想起以往的好 只有在想念一个人的时候 才会想办法了解对方的信息 观察她的近况来缓解自己状况 但现在不管baby有什么想法 都为11晚与黄晓明复合无望 因为对方已经有了新女友 与叶科感情甜蜜稳定 这点从之前种种甜蜜细节也能看出 黄晓明很享受现在恋爱的过程 与baby只能是过去式 再续前缘的可能性不大 况且也仅仅是网上爆料与猜测 并没有实质证据 但从baby访问黄晓明超话 多少有些超强人意 从现实情况来看 baby除了工作就是陪伴儿子成长 过得充实自在 而黄晓明事业爱情两不悟 双方都已经走出原本的生活 开始了不一样的人生 所以还是各自安好 共同抚养小海绵 陪她一起长大才是最现实的 你们说是不是呢 欢迎在评论下方留言互动哦